六十七 自满与之卑诗 好诚气之大敌也 满其体面 而福愿降格求之 故为止步之敌 卑诗于是无成所望 面夜而浮予进取 乃为萧然之敌也 自满与悲观失望 这两个不同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成就事业的敌人 因为一个人自满以后 就认为自己事事超过别人 纵然遇到不懂的问题 但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 也觉得不能降格去向别人学习 不能学习 自然无法进步 因此成为止步的一种敌人 而悲观失望的人 他根本不可能去进取事业 因为他没有决心和信心去争取 对任何事情都心灰意烂 即使面临即将到来的成功 也不能够做出努力 长此以往 寿数自增 自然而然老病死灵 就成为萧然之敌 即销毁自己一切成就的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